你干什么 藏经阁的规矩禁止动手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知道你还敢打我 我就不按规矩出牌 不行吗 说的好有道理 既然如此 我也不按规矩出牌 赶仇 怎么回事 拜见院长 藏经阁的规矩禁止动手 你不知道吗 是他先动手的 我不管是谁先动手的 从现在起都不许动手 知道了 玄武学院的考核快开始了 都给我好好修炼 上哪说理去 契合园林之物 话语真经 这家伙竟然在这里契合了话语真经 才参悟了三层就契合了 垃圾 我可是契合了五层的话语真经 契合成功 彻底进入宁实境了 恭喜你 迈入宁实境 系统开始升级 终于来了 系统开始升级 这说明时间调节 终于可以突破五十年了 陈导 愣着干啥 契合话语真经三层 你的资质也就这样了 系统升级成功 时间调节范围增加至五百年 喂 你大爷 我在和你说话 你骂我 接下来 就是解除契合的园林之物 话语真经 这小子到底在干什么 开始吧 这是契合的园林之物 怎么又出来了 给我破 什么 什么情况 园林之物破碎了 这陈导 岂不是废了 凤凰掩血 比我想象的功能 要强大很多 不但可以破除 契合的园林之物 还能滋润 强大我的肉身 现在我的肉身之力 比之前强大了 至少一倍有余 这种感觉太爽了 小子 我从来没看到过 你这种废物 刚契合的园林之物 竟然就这么碎了 废物 陈导 我看你是疯了 院长刚说了 不准动手 你竟然还敢打我 师兄 举报他 真的要举报他 让他把牢底坐穿 谁说我打你了 明明是你挡路 我撞了你一下 你还真是个人才 什么理由都能让你找到 接下来 要继续参悟话语真经了 资质不够 时间来凑 系统 话语真经的参悟时间 向后调节五百年 这家伙又在参悟话语真经 你的资质就到这儿了 不可能再参悟出什么 话语真经第四层的气息 这家伙竟然领悟了第四层 不慌 运气罢了 我参悟了五层 这陈岛比不上我 第五层领悟 这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么快 什么 还有 这是第六层的气息 六层已经超过我了 血缘里已经没有几人能做到了 七层 八层了 谁来告诉我 我不是在做梦 灵师兄 我来告诉你 你没做梦 毒的 我要你多嘴 短时间内领悟到八层 这是何等的悟性 而且还没完 他不会要冲上第九层吧 不可能 九层在皇后学院历史上 只有陈所言做到过 这小子不可能和陈所言比肩 第九层 空懟 给我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